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百集 明兰静静地看了她一眼 绿植立刻缩回嘴巴 垂手而立 甘举过来拧了她鼻子一把 不许混说 姑娘自有道理 你去好好办差就是 一草一木 皆有用 明兰缓缓地 不起眼的人 也是有用的 说着看下绿枝 燕草性子软和 可它究竟比你早进府 但是又老了的 你不可轻烂它 绿枝惶恐着应试 平脚跟握手指不敢出大气 过了会儿 明兰又放缓了口气 但凡带我真心的 我总念着它的好 燕草 终归比你大几岁 你且收一收嘴巴和性子才是 绿枝把话在心里拒绝了半刻 似听出了什么 眼睛一亮 抬头道 姑娘 预知知道了 带几个丫头退出 明兰沉思片刻 自己取出几张信件 放在案上铺平了 略略思索 提笔便写了起来 当晚 圣洪在乡姨娘处用了饭 应有炎日应酬多有疲惫 本想歇下算了 谁知却被王室硬叫了回去 到了正房 看见丹正坐在抗炎上的发漆 徐娘半老 脸蛋红韵 眉梢还有几分喜色 圣洪决定和他谈一谈 关于语录和茶杯的问题 不能每个晚上 都和他睡啊 也得照顾一下群众情绪 谁知他还没开口 王室就赶紧关上房门 噼里啪啦一顿述说 顿时把他惊呆了 你说什么 把儒儿许配吉衡 郡主真这么说的 圣洪呆了半晌 才惊到 那你娘家怎么办 儒儿不是要与旧兄所亲的吗 只差来下定了 王室犹豫了下 但想起嫂子看着如兰那幅不满意的神情 赶身道 这不是还没下定吗 旧不幸我给闺女寻个更好的地儿呀 旗横很好嘛 作为男人 圣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旗府上空 绿油油的颜色 王室 王室压低声音 热切道 我仔细盘散了 室门好轻 不论那爵位 有没有横根的份 他这点年纪 就有了功名 将来 自有前途 又有功夫靠着 汉劳保收 还有 香瑶侯无四 他那爵位 是要给四子的 可除了主产之外 香瑶侯这几十年的产业 有多厚呀 都已陆续给了郡主了 哦 还有其他的 严正那差事 有多肥 老爷比我更清楚吧 他当了多少年都结史 那银子 还不对成山了 将来这些 孩子都是横根的 那日子 能差得了 圣洪被王室满眼逼人的金光 给黄傻了 似乎看见无数银子 在王室眼睛里飞 此刻 王室头脑异常清楚 说得 头头是道 年前祈福 出了那件丢人的事 横根面上不好过 不好立刻提亲 郡主便私下与我说的 王室把身影再压低些 神秘道 郡主说 皇上的身子 就在这两月了 到时候咱们这种人家 都得守一年 过个一两年 谁还记得 先帝时的污造事啊 散战如蓝 还有一年才记忌 咱们 可慢慢瞧着呢 圣洪 慢慢恢复了精明 细细思索下道 这回恩科发榜 圣上迟迟没有电视 说是等八王爷进京后 再行论命 明白着是把这波重磅的新秀 留给新皇上用了 没准 横而真有些前途 这亲事 也未尝不可 可是 旧兄那儿 怎么办 皇室迟疑道 皇上主 兄长也是官身 也得守孝 再瞧瞧吧 圣洪想了想 点点头 王氏兼丈夫 手啃自己的打算 愈发得意 又丢了个重磅炸弹下来 左而持久 我还遇上了永昌侯夫人呢 圣洪恩了一声 威打着哈欠 靠在床头 散开外衣 叫王氏给食堵 王氏一边收拾一赏 一边笑嘻嘻嘻倒 杨夫人与我示意 她桥上攒下明兰了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圣洪不瞌睡了 一个机领爬了起来 脑袋又糊涂了 才低吼道 老太太才走两个月 你就敢打明丫头的主意 她不是定了贺家吗 瞧你慌的 难不成 我还会坑了明丫头 且听我说 王氏用力把丈夫按了下去 脸上笑意满盈 石根做满月那日 在庆家府上燕影 梁夫人一言就向中了明兰 也不嫌明兰是树出的 只说女孩品貌好 永昌侯梁家 那是什么人家 那哥儿虽是老妖 却也是嫡子 如今正想着 要补武城兵马司 分副指挥时的瘸子 便是补不上 也在禁卫军里 有个欺品盈利的差事在 怎么样 这么轻时 不委屈了明丫头吧 比贺家可强多了 盛红很想坚持老太太的决定 可想着梁家的根基和势力 又犹豫了 王氏瞧着丈夫动摇的脸色 又添上一把柴 你也想想 明丫头生得这样好 为了贺家 岂不委屈 若能与其家梁家做亲 拜哥儿几个将来也有靠养 其实最要紧的是 明兰没有同胞兄弟 除了自己儿子 还能依靠什么梁家 盛红被说动了 心咬着牙 问道 那后生 人品如何 若老太太不愿意 说什么也白打 王氏知道 事已长了一半 便放坏了语气 故作委屈道 瞧老爷说的 像是我要卖女求荣似的 明丫头这些年 在我跟前 也乖巧笑声 兄妹有爱 姑嫂和睦 有腾拳根 我自是为她着想的 那后生叫杨涵 人品如何 老爷自己去打听吧 免得回头叫人 说我的不是 说着嘟起嘴 一脸生气的 不说话了 盛红忙好言相劝 又搂着说了几句耳边话 只说得王氏又见了笑容 这样吧 王氏把自己的算盘 全部亮出来 老爷 且慢慢打听 也想好了说辞 待老太太回来 好劝道 老太太的脾气 您是知道的 若是那梁汉人品能过关 想必老太太 也不会咬死了贺家 盛红 虽心动梁家亲事 但想起 要劝服盛老太太 不免觉得头痛 这些年来 他几乎事事顺着老太太 再无半点违抗 这会儿又 他忍不住道 咱们到京城 这么多日子了 就没人瞧上墨兰的 要是杨家相中的是墨兰 那岂不是两全其美 他也不用头痛了 王氏真羞羞答答的 截着盛红的腰带 听到这话 立刻变了脸色 抑制不住冷恨了几声 老爷 说句您不爱听的 墨丫头好的不学 偏和那位一个样 女儿们心许喜欢 镇头的夫人太太们 可最不待见了模样 盛红这次 倒没有反驳 只能叹气 王氏鞋看着盛红的侧脸 心里冷笑 再宠爱的妾室 天长日久 也会爱淡情吃 只有名分和子嗣 才是牢靠的 时至今日 这道理他才悟过来 可不知为何 痛快过后 心里却一片寂寞 千等万等 全国人民翘首期盼的八王爷 终于风尘仆仆的感到 几乎十余年没见面的老皇帝 和八王爷 一见面就父慈子爱 水乳交融 没有半点隔阂 老子走着手臂 慰问儿子在鼠边 风霜辛苦 儿子热泪盈眶 延伸到父亲 日理万机 积劳沉疾 这才是真的辛苦 旁边站着一个手足无措 徐娘很老 完全没有进入状态的丽皇后 真是吉祥的一家三口 下头一群文武成功 也很配合气氛 个个拿袖子 抹着眼泪 感动天朝皇家 父子情深 难怪我朝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诸实都宜 原来是榜样功劳 父子相论完毕 老皇帝拉着儿子的手 颤颤巍巍的介绍群臣 来来来 这位是死里逃生的内阁首府 那位是劳苦功高的文渊阁大学士 那边几个是五大阁僚 后头几位使 人名太多 明兰完全没有记住 父亲 八王爷 长得什么样 如兰心直口快 其实他问的 也是在座女眷想知道的 圣红一脸中军爱国 而首道 殿下 当然是龙金凤铜 文修武德 弃余不凡了 众女眷深信不疑 下一代国家领导人 总是帅一些的好 长白则偷瞄了老爹一眼 面无表情的保持沉默 其实八王爷长得 方头大耳 顶多算端正 据说 一代乱世豪杰 方坦高皇帝 也是一代旷世丑男 其丑陋基因之坚韧 经过几代美女改良 至今还未见成效 不过话说回来 一国之君 就是要这种长相安全的 老皇帝估计是真撑不住了 于是 善解人意的青天尖尖政 立刻散出最近的吉日 卓继行策立储君大礼 群臣赛上鹤表 早有准备的礼部官员 大显身手的时刻到来 吉日当天清晨 天还没亮 圣家父子就摸着黑出了门 到奉天殿餐里 贵了又贵 站起福岛 足足一整天 最后太子接过宝册 到中宫谢过皇后 在拜宗庙祭祖宗 才散礼臣 倒是如此 圣红还说是因为 年前大乱 老皇帝心力交瘁 侧仪已是简化多了 京城百姓觉悟很高 知道喜皇家之所喜 当晚就大燃烟花 有才之家 索性广不施舍于穷困百姓 亦是普天同庆 小长洞也很高兴 因为策离太子大典 他们写堂放了几天假 放假当日回来时 他偷偷告诉明兰 他听见那些 去邻里接州的乞丐人在说 这几个月都两回了 要是天天都策离太子就好了 明兰不尽玩耳 长洞十一岁了 孩童的模样 渐渐抽长了身子 平日里在父兄宴前 毕恭毕敬 见了明兰 却依旧淘气 明兰便鼓励长洞 把先生夸奖的文章 拿去给圣红看 圣红倒也夸了几次 长洞愈发刻苦 起早摸黑的读书 跟人说话时 也目光呆直 明兰怕他读傻了 常开解他 不要太执念 学得文武艺 或语帝王家 十个读书的 倒有九个半 是为了做官 可读书好的 就一定能做官好吗 你各科已然很好 混不上显眼的名次 便跑个上榜 总是有的 要紧的是 多学些道理事情 将来与恩师同样相处 定能和睦 若为官 也能为福一方百姓 不要把脑袋都僵掉了 说到底 长洞并不如长板子之后 他靠的 不过是一股执拗的钻劲 今天的心中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尽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